吃红薯是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糖尿病人能不能吃红薯 一次讲明白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糖尿病需要终身治疗 而且在饮食也需要控糖 那就有很多人有个疑问 就是比糖尿病人能不能吃红薯 这红薯吃了以后是生血糖还是降血糖呢 我们知道红薯是淀粉 淀粉属于多糖 吃了红薯肯定是会生血糖的 所以大家不要奢望吃了红薯能降血糖 但糖尿病人就不能吃红薯了吗 我的答案是可以的 你把这个红薯跟米面大米进行对比 会发现红薯的碳水含量是15% 大米是26% 另外100克的大米里头的热量达到了116大卡 但红薯只有86 所以跟大米比的话 我觉得无论是从碳水的含量 还是从热量的含量上来说 红薯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糖尿病的病友是可以吃红薯的 更何况糖尿病人饮食强调多样化 不能光吃精致碳水米面 还要吃一些山药 红薯 芋头这些 那红薯就可以替代部分的米面 比如说你一餐吃100克也就是二两的米饭 那么你拿出50克就是一两 用红薯来的话 你摄入的碳水和热量都会降低 而且红薯它本身还有个好处 它不光是含碳水 它还含有膳食纤维 促进肠道蠕动 还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补充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所以吃红薯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红薯高温加热后 血糖生成指数就越高 蒸红薯它的血糖指数54 煮红薯一般是77 但是烤红薯达到了87 甚至90以上 所以烤红薯生血糖是最快的 红薯跟煮红薯次之 所以最好别吃烤红薯 最好吃蒸红薯或者煮红薯 不过红薯吃多了会导致腹部的胀气 有一些脾胃弱 有胃炎的病人一定要注意 当你吃太多红薯后 可能会出现烧心反酸 甚至是腹胀胀气的情况 所以这种病人最好别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